上主说,我所怀的计划是和平,不是灾祸。 你们将呼吁,我也必服于你们。 从你们被掳的各国各地,再度把你们拟回。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在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统真圣母马亚,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相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外你,显扬你,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高雅,圣父之子。 除眠是罪者,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者,求你哭听我们的祈祷。 坐在圣父之佑者,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者,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人。 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常乐意忠诚为你服务。 因为唯有侍奉你,万有真愿的主宰,才能获得永恒圆满的幸福。 以上所求是靠你弟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在那时期,在那时期,你的人名,凡是名字登记在那书上的,都必得救。 许多长年与成土中的人,都要醒起来。 有的要进入远生,有的要远远门修寿路。 贤明之事要发光,有如全场的光辉。 那些引导论许多秉公行义的人,要像星辰一样远远发光。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一切,是你掌握着我的命运。 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因此,我心里高兴,无内喜患,我的肉躯也无忧安眠。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你必要只是给我生命之道,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在你身边才有远远的福乐。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你是我的寄托。 宫独自西伯南南书。 旧约时代,每一位师祭都是天天准备供子,多次奉献那同样的牺牲。 只是这牺牲总不能除去罪恶。 但是基督只奉献了一次赎罪的牺牲,以后便远远坐在天主右边。 从今以后,他只等待将他的仇能作为他的脚凳。 因为他只借一次奉献,就是被圣化的人得以远远完成。 这些罪竟然已经赦免了,就不再需要赎罪的寄线了。 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你应当忠信致使,我必要赐给你生命的华光。 阿雷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 阿雷路亚,愿主与你们的心灵统在。 公主圣马尔姑福音,主愿花容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小门徒们说,在那些日子里,大灾难过后,太阳就要昏暖,月亮不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落,天上的万象都要震动。 那时候,人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大威能和光荣成云将来。 他要派遣天使,从四方,从地底直到天边,举起他的选明。 你们该从五花果树的比喻与学个教训。 当树枝发出嫩芽,长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静了。 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时,就该知道,人子已经进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等到这一切事都发生了,这一时代绝不会过去。 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的话却永不会过去。 至于哪事情发生的日子和时间,除了父以外,谁也不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和子也都不知道。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教友,我们今天教会庆祝常年集体三十三主日,读的福音是关于世界末了的这一段记载。 那么未来的末日,福音里面讲的不是特别多,不像陌生路展开来讲。 耶稣就是有着一系列的宣告,简单,明了,但是却胭脂确凿。 通常我们出于对耶稣的热爱,也相信耶稣是爱着我们。 所以的话,我们真心的期待着耶稣对关于未来的事情的意缘的时候,是一些乐观的,是一些比较幸运的。 然而呢,说到未来,祂的话句句让我们不寒而栗,不是乐观的,而是悲观的。 就像他在世的时候感叹的一样,不管当今人类能理解多少,这位甘愿为我们人类舍命的耶稣基督,一定是迫不得已才描绘出这么一颗可怕的末日光景。 其实我们善良的人呢,特别是善良的父母们,总是告诉孩子们说,明天会更好。 那么我们唱歌也唱说,明天会更好。 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希望,都说明天比今天会更好。 但是呢,耶稣却是不一样。 耶稣说,我们所面临的是不可逆转的大败坏,不可避免的大灾难,和不可避免的大事态。 这是耶稣直言不误的告诉我们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说,大败坏。 为什么说是不可逆转的大败坏呢? 首先人失去了爱心。 你看马多福音山记载说,由于罪恶的加多,许多人的爱情比较冷淡。 过去啊,你在中国啊,如果有老人跌倒,肯定一群人过来来扶他。 今天呢,有老人跌倒了,或者摔倒了,很多人就跑得远远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类失去了爱心啊。 其实也不是这些人不敢帮,而是被帮了一次一次的被讹养。 所以杀了这些人都不敢帮了。 跌倒的和帮助人的都失去了爱心啊。 同时第二点是残忍无情啊。 设计上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要跌倒,互想出卖,互想仇恨。 路加福音上也说,你们要为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所出卖。 哎呀,这大的一致于灭亲啊。 第三点是患难和逼迫。 路加福音21章十二节也说,人们要下手把你们拘捕迫害, 接送到会堂,并求在狱中,且押述了军王及总督之前。 你看在这里啊,指的是患难和迫害。 同时这个不可逆着的大败坏呢,还有是真假难辩啊。 马多福音24章第五节说,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墨西亚。 你看当今的这个社会,当今的这个世界。 多少人说自己是天主啊,闪天教啊,等等的这样子。 还有第五是战争商务。 第七节24章第七节说,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要攻击国家呀。 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 第六节是天灾恶兆。 《路加福音》21章11节说,将有大地震到处饥荒及瘟疫, 这样出现可怖的异象,天上有个巨大的凶杖。 你看啊,今天这个根据这个美国地震局的资料啊,地震的频繁率啊, 几乎等于以前的几个倍数的增长。 还有一个是天下失控。 你看啊,《马尔古福音》13章14节说, 即使你们看见了,朝着荒凉的壳增之物, 立在不用在的地方。 朝着荒凉的壳增之物,到了不该在的地方。 这个读者应该明白了。 就是本来不应该控制我们的,就控制着我们。 本来神圣的地方却被恶势力占领了。 残酷,以良相的名义,开始厮杀、厮虑。 道德,以牧人的名义,偷窃,杀害,毁混,等等。 这些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败坏啊。 我们看看,对照今天的世界, 确实已经不远了。 历历在目啊。 第二大件事,世界终结时将会有不可避免的大灾难。 那么,人类的大败坏导致大灾难。 那么,耶稣的描述是这样的。 马多福音24章21节说, 第一,将会有灾情啊。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是从一周开始,直到如今, 从未有过的。 这是这个大灾难。 这个灾情。 同时也说, 比起那些时日如不缩短, 还又血肉的,都不会得救。 然后耶稣又展开来说, 那是在这个犹太, 该套了山中。 在屋顶上的,不要下, 也不要进屋。 两个女人颓沫, 一个被揭去, 一个被遗弃啊。 所以这就是这个灾情啊。 而且不但在人间有灾情, 甚至这个蔓延到全宇宙。 在那节日子灾难一过, 地球上的灾难一过, 结果太空路的灾难就来临了。 马多福音24章29节说, 历史太阳就要昏暗, 月亮也不发光, 星人要从天上坠下, 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 中人要以恐惧等待即将淋于天下的事儿昏厥, 因为逐天的万象将要动摇。 所以这个灾情啊, 不单单是在这个世界, 整个宇宙都摇上了。 这就是这个大灾难的灾情。 第二就是关于这个日期, 什么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光中再来的日期。 那么路加福音21章34节说, 你们用当谨慎啊, 免得你们的地位厌淹沉醉啊, 及人生的挂礼所累时, 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于你们啊。 因为那日子的罗王临于全地面上一切的居民。 那么讲到这个灾难日子来临的时间的时候, 耶稣往往讲任何话都去, 非常的肯定, 非常的不含糊, 讲的什么事都很清楚。 但只有在讲这个大灾难日期的时候, 他说呀, 除了富以外, 天使也不知道, 连子也不知道。 这个子不知道, 就是他的肉身啊。 因为耶稣基督他只有领悟, 他又是天罗线, 又是肉, 又是人性的。 按他的人性来说的话呢, 他是不知道。 那么第三个, 所以来说到这个日期问题啊, 就是个喧儿问诀。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预兆, 耶稣给了我们两个预兆。 第一个预兆就是, 天国的福音, 比现在全世界宣教, 给外面作证, 然后结局才会来到。 就是福音传遍全球, 这是第一个征兆。 第二个征兆就是, 你们应该用五花果树取一个比喻, 即使他的枝条已经花嫩, 叶子出生了, 你们就知道夏天进了。 同样, 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 你们就知道他已经进了, 就在门口了。 这一切指的是什么? 就是大败坏和大灾难。 当我们看到这些大败坏和大灾难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知道日子不远了。 第四是, 我们做基督徒的, 应该如何来应对? 我们怎么应对这个大灾难? 大灾难来临的时候, 耶稣有没有指示我们去怎么做? 第一是, 恒久忍耐。 马道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说, 唯一种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 这个坚持到底就是忍耐。 第二点, 耶稣也告诉我们要谨慎, 要醒悟, 要期待。 他在马尔谷福音十三章三节上说, 你们要当心, 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月期什么时候来到, 或许傍晚, 或许夜半, 或许鸡叫时, 或许清晨。 这就是, 耶稣告诉我们要醒悟, 恒心忍耐。 这两点, 用这样子来应对这个大日子的来临。 同时, 耶稣也知道他也讲了一个是同意的比喻, 拿着灯等候新郎的比喻。 那么这里来讲的话, 都是在提醒我们要实时的醒悟。 那么第三大点就是不可逃避的大小怕。 在这个耶稣基督第二次光荣再来的时候, 都将会有一个大审判。 这个大审判来讲的话, 一般的人都认为是一个宁人的说法, 都像是一个法官一样, 拿着法律来审判所有死去或活着的人。 其实这个审判比我们所认为这个审判要大的, 多的多, 内容要丰富的多。 首先第一次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个大审判第一步就是耶稣要再来。 那么审判发生的耶稣基督第二次光荣来临的时候, 它其中有一个是突然性, 第二个有一个豁然性, 第三个有一个超然性。 什么是它的突然性呢? 就是指它再来的时候超出人的意料的。 耶稣在《玛多福音》24章43节上告诉我们说, 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啊。 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时要来, 他必要醒悟, 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 为此你们应该准备, 因为你们不撂下的时辰, 人子就来到了。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突然性。 同时耶稣也列出了诺尔的类子, 就如在诺尔的时日怎样, 人子来临也要怎样。 同时他又列举了罗特的日子。 他说, 在罗特的日子里, 人们吃喝买卖, 种植建造。 但在罗特在苏多玛出来的那天, 火气流氓, 滋天降下, 消灭了所有的人啊。 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 也要这样。 这就是指的, 它来临的突然性。 第二点是指一族基督, 第二次公来临时的豁然性。 《玛多福音》24章30节说, 那是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天上, 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安好, 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的大光炉, 趁着天上的云彩障碍。 他要派遣他的天使, 用发出红色的号角, 用四方从天边到天边, 狙击他的所拣选的人。 这是他的豁然性。 就是在天空显现他的征兆, 外面都会看见他的降临。 第三点是他的超然性。 那么他的再来是非常超然的。 超然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以肉身的形状再度降临。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降生的马草里, 不同人的一样, 取了肉身。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绝对不是取肉身的形象。 所以神明家说, 天路又来了, 怎么样, 取了一个肉身, 还单身了中国的河南, 什么是个女性的, 纯粹是一派同眼。 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不会再降生成人, 不会再是取肉身的形状, 而是光荣的形状, 带着光益而来。 所以路加福音十七章, 耶稣对门徒们说, 二十二节, 日子将到那时, 你们千万看见人子日子中的一天, 而不得见。 人要向你们说, 看哪在那里, 看哪在这里, 你们不要去, 也不要追死。 因为有如闪电, 有天这边闪起, 直到天那边, 人子在日子里也要这样。 这个闪天教就是说, 看到这一句声音, 闪电走出来了, 所以创了这个闪天教。 这个意思, 耶稣说的, 如果闪电从这边, 咔嚓一闪照到那边, 就是说它的这个超软性啊。 那么这是耶稣的赞来, 这是世界末日, 审判的时候, 耶稣第一步, 耶稣赞来。 那第二步就是耶稣的审判, 那么它审判的标准是什么? 它告诉我们啊, 它怕我们到公审判的时候, 我们回答不上一个问题。 它怕我们到时候, 我们做的不及格。 所以我们的好天主耶稣基督啊, 它就提前告诉我们, 在公审判的时候, 它将审判我们什么问题, 它将问我们什么问题, 它提前告诉我们答案了。 你看我们啊, 在书上小学, 中学, 我们在修院,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留学的时候, 整个来讲, 每一次老师考试, 从来没有告诉你答案是什么, 无论是在这个中国, 还是在国外, 读书的时候, 老师从来没有告诉你答案, 只告诉你这本书上的, 你好好读这本书, 我考的问题, 不出这本书的。 但是他不告诉你, 我出什么题。 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人类啊, 去告诉我们说, 公审判的时候, 我将出什么题, 你将这么回答, 他就告诉你了, 这么回答, 马斗福音, 二十五章上告诉我们说, 翻案里面给最小的一个弟兄做的, 就是给我做的, 翻案没有给最小的弟兄做, 就是没有给我做, 这个答案一目了然啊, 这个答案非常清楚啊, 就是让我们看看, 看看我们有没有给最小的一个弟兄做, 这里讲的最小的弟兄, 并不是年龄最小的, 这就是一个一岁两岁的孩子, 我们为他做, 不是, 而是为最有需要的人, 我们有没有去帮助他呢, 我们有没有去爱他呢, 有没有去怜恋他呢, 可爱他呢, 如果我们有这样做, 我们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君往右边的绵阳,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就是山阳, 最后这个君往右边说, 可恶的, 可恶的, 离开我, 倒给魔鬼和他的师父, 预备到永远里去吧, 而我们如果有照顾最小的弟兄, 耶稣就说, 承受自创世以来, 给你们预备到永远的搏斗吧, 这就是公是他的标准吧, 所以通过今天的福音提醒我们, 世纪终有一天将要结束, 耶稣基督将我们光荣地再来, 深盘圣着四成, 所以针对我们, 我们一定要警醒着忍耐的准备好, 我们随时拥接耶稣基督第二次, 光荣地来, 阿们。 我姓唯一的天主,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姓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主圣子, 他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 他是处自天主的天主, 处自光明的光明, 处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被圣父所造, 与圣父重新重体,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人类,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由同真玛利亚去的容许, 而成为的, 他在班决比拉多指正时,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为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永远, 他还要光荣地将来, 圣盘圣者使者, 他的神国万事无交, 我心圣神, 他是主旧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手群传, 同向光荣, 他曾借先知们花言, 我心唯一职圣之功, 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我成为色罪的圣水, 只有一个, 我期待神人的复活, 进来的生命。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全能的天主父愿意, 所有的人会得救恩, 得人是真理, 我们肯切向他祈祷,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 求主以圣神的德能圣化教会, 吸引更多的人归向天主, 获得救恩,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天我们, 请为所有圣子能力祈祷, 求主圣化他们, 赐予他们圣德, 使他们在爱德上无可自在,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天我们, 请为众教有祈祷, 让我们恳求仁慈的天主, 恩赐我们信德坚定, 善入今生,老祭圣训, 以备善终,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天我们, 请为圣敌天主的人祈祷, 求主以真理之光照耀徘徊祈祷的人, 引领他们那时天主回归圣教,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抚天我们, 天主祢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力量, 求祢大法慈悲, 父亲祢教会的祈祷, 恩赐我们诚心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圣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讲葡萄树和人类楼的果实, 葡萄酒呈现给你, 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领料, 愿天主愿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往全能力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共同放下的圣祭, 万圣主, 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欢容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圣主, 我们在你尊前呈现礼品, 求你赏赐圣宠, 使我们日益虔诚地敬爱你, 并获得天上永福的保证,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你,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这是你所登了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使人得救。 他借着预奥集完成了神谣的工程, 他使我们摆脱罪恶和死亡的枷锁, 而分享他的光荣, 得成为特选的民族, 王者的司祭, 圣洁的邦国, 得救的子民。 你招教我们从黑暗中进入光明, 我们要到处承养你的德能。 因此, 我们随从天使总领天使, 与其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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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 望你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响彻雨消。 奉上主你而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响彻雨消。 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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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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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你所喜爱的另一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记得你的圣子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力 天主圣父 一切出金和荣耀 借着基督 血统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都毁于你 至到永远 阿们 我们即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良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放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想给我们日月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货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里诱惑 当即我们免于修乐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 使我们全能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又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货 打开你教父的信德 便安留你的圣意 使教会安静团结 你是天主永生勇往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里同在 请大家祝平安 除眠失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随便我 除眠失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随便我 除眠失罪的天主高养 求你随便我 祝平安 请看天主的高养 请看除眠失罪者 蒙昭来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清净天主是我的福乐 上主天主才是我的寄托 是可怜宇 你的灵魂 请大家祈祷 上座 我们领受了圣体圣事 天公祢求祢 使我们为遵照祢圣子的命令 做举行的感恩祭 常常加强我们的爱心 祂是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彌撒礼臣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